请让我们得到您的飞翔号码和日期 所以我们可以去飞机场一起把您捡回来 就这个老师的飞翔号码 它是一只鸟 下一个又拦着你了 再一次 我们真的失去您了 我们老老实实的 希望您来美国走得走 这个老师要金珠好多的祖母说话 我要说老师我看完可能有点像要气死 他是嫌我活的太长 然后现在要助我走得走 我来解释一下 首先这句话里面的错误的一个点是 再一次和又它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的话就保留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跟前面一样的 对于miss这个单词 我们真的失去您了 他想表达的应该也是我们真的很想念您 然后最后我们老老实实的 我猜一下他应该是说那个honestly 对就是他有真诚老实诚实的意思 那这里呢他就又选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想表达一个真诚的意思 然后最后希望您来美国走得早 千万不能这么说 这个真的是咒人家早日过世 然后他的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 好的事情真诚的祝愿 对吧这个题字 嗯 对 最后一句结尾就是说 请让我们得到您的飞翔号码和日期 所以我们可以去飞机场一起把您捡回来 就这个老师的飞翔号码 它是一只鸟 飞翔号码其实就是航班号 对啊这个 就是航班号 你就记这个固定的表达方式就可以了 请您告诉我您的航班号对吧 到时候我们可以去机场把您接回来 就不是把你捡回来 虽然这个英文里边是pick you up 但是这个在中文里面恰当的应该是去接你 对对对 应该是 结合语境嘛 对 捡的话一般是对应事物 对 捡东西 对 对应的是那个接人的话 人的话 pick 用接 用接 介绍 方许人那些都是接 对对 所以这个对吧 加事物的时候用捡 加人的时候用接 对对对 然后 姓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看这个姓的时候 还有另一个提醒这位同学 就是他的格式 他的格式也是英文的格式 他的格式开头说这个您好胡老师 我们中文的话其实先是人人的称呼鼎歌冒号 然后再提行然后写您好对 然后你想最后落款也是 不是您的学生是谁 直接就写您的学生刘杰瑞 然后下一排是写你的这个日期 年月日的对对对 这是我们中文的歌诗 歌诗是硬扣分 而且有时候中文就是 歌诗要求比较严格的话 我们会在他落款之前 再加上一句什么 四字敬礼歌诗 对对就像 就像英文什么 best regards这种对对对 这个是 就是大家看后这封信的 B印象是什么 如果您是这个老师 其实只给他一点建议 别咒我 这不是语言上的建议 让他远离先写完英文 再找Google translate 直接翻这个模式 他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英文上 他停留在好老板的Google翻译上 对 现在的Google翻译 其实也不会这样的 对 万一他人家是做自己写的呢 就是他思维模式的问题 如果是他自己写的 觉得学中文吧 大家还是要去记一些固定的说法 固定的搭配 就是你在记一个单词的时候 你把它放到一个句子里面 你就直接去学它最地道的 一句话的表达 而不是一个词的表达 这样多一些这样的积累 对 说出来的就会地道一些 就不是自己去创造一个句子 结果就是错的 对 这是为什么我们学习的时候 学习词语的时候都会要去造句 对 我们小学生的必备功课造句 对对对 就不是你学会这个词的意思就好了 老师一定会让你用这个词造两三个句子 你会造句了 他才能表达你这个词 你真的学会了 就用这个词 对 对 其实大家也是这么过来的 对 写信的话 写的比你还狠的也会多 对 所以我们给你欣赏一下 其他我们本族语言的小学生的造句 比如说难过这个词 本来是表达一个情绪嘛 我很难过 用难过造句 有一个小学生写了 我家门口有条水沟很难过 你理解他 但是很难走过去 难过 天哪 是很难过 老老是更难过 我也很难过 是个奇才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揪你 你好像又有一点道理 还有一个就是 陆陆续续这个词 小学生造句 下班了 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了 我看这 真不错 这个妈妈真有本事 脑补的场景 真是 那个门开着 对 因为陆陆续续一般是一个很多人的情况 对对 就一个接一个 对 爸爸一般都是单数出现 当然如果你有好多个爸爸可以陆陆续续的回家 但我们没有说 对 那这就是一个 嗯 好好洗啊 紧接着造句 还有还有一些成语哈 成语的话 四个字 成语一般都是四个字 然后这四个字一般都是会 一起用 连在一起的这四个字 是不可以分开的 对对对 比如说 欣欣向荣呀 那举个例子 有的小朋友就说 欣欣向荣 欣欣向荣 够白 哈哈哈哈 奇才真的 哈哈哈哈 欣欣向荣本意就是发展的很好 事物呀 嗯 什么事情呀 欣欣向荣的 欣欣向荣的景象啊 欣欣向荣 对对对 大家可以看到好像中文都有啊 有的都有 但是就不是一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变味了 对就跟这位同学写的作文一样的 就是确实要接要放到语境当中 语词要会造句 嗯 会造句了 你才能用句子来写作文 对 就是我们大 我们三个看这东西 就是我们能懂 就是因为我们都懂英文 嗯 然后但是如果是一个不懂英文的中国人的话 他可能真的就读不懂你在说什么 还可能有误会 说你在救我 对 这个就不是杨坚的玩意 哈哈 对 就是这个确实是涉及到思维模式嘛 我们学另外一个语言都是 对 就是增加一份思维模式 转换思维 这个确实是最难的 对 就真的很难 我们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 写作文也是习惯脑子里面先想这句话 中文要表达什么 然后再去写它对应的英文 然后就容易造成那种语序啊那些的错误 对 就是成年人的话大部分是这样子 就比 好比我现在学法语的时候 我的法语老师就说我写的作文很英式 他要 他知道英文他在读我在写什么 我现在就很头痛 OK 又要转换思维 然后我老师给我的一个建议 就是让我多读法语的文章 熟悉读文章 而不是用词单个的词 所以对 确实是这样 也分享给你 就有本意 就是要放在文章里 你才知道那个词具体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下怎么用 对 常说的那种语感 对 语感这个东西越是虚无缥缈的 其实越重要 OK 希望大家在学中文的时候就多看一些中文的简短的文章那些也好 不要就是背单词一样就只背单词 对 就是其实 其实 就位同学也不要气了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都有这个阶段 对提升嘛 就是要犯的错误越多才能提升吗 不犯错误还提升什么呢 是的 感谢收看Zoom in China 我们下次再见 最后我们想说 感谢科技让世界破壁 拜拜